传奇艺术剧团2020新传大戏 广东之虎方世玉 将于109年1月4号到5号 在宜兰演艺厅演出两个场次 团长吴世民于金剧科班毕业后 应对歌仔戏的热爱转换跑道 在国内知名剧团以及对岸曲金之间 将传统戏曲融入许多创新元素 以传承方式排演 累积演员实战经验 并特别邀请传统戏曲金曲奖得主 李靖芳主演 演员更以宜兰本地人为主 让此剧除了精彩演出外 还别具歌仔戏新传的意义 传奇艺术剧团 我们这次冲团大戏 传承广东之虎方世玉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大家 买票进场来观摩来观赏 传奇艺术剧团是在2019年 在宜兰立岸的歌仔戏团 因团长吴世民不断地在国内各大知名剧团中演出 并倾覆对岸曲金 接触许多创新元素 网罗各地年轻精英 以歌仔戏的传承与戏曲节目制作为己任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戏嘛 就是广东之虎 然后呢广东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行诗团是很有名的 所以我们把它配合在戏剧里面 所以呢准备了两只的狮子 可以登上舞台 让大家能够耳目一新 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现在来宜兰加官做几个年轻的并心 都有看到很多熟面孔 甚至里面有一个第一名 手第一名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团形 就是官员不只是需要专业的演员 更需要观众的支持 更需要有心血注入 所以说我们在旁边的角色 也是在辅助这些学生 就是说多少给他们加 多少给他们讲 可以让他们无心中多少吸收 他们就会进步 会朝向慢慢朝向专业路线来走 这次2020新传大戏 广东之虎方式域 是团队所赐于宜兰演出 处女秀融入许多新颖的元素 希望借此带动歌仔戏的创新 打造歌仔戏的新风貌 同时也一探 宜兰在地歌仔戏的脉动 1月4号 1月5号 宜兰演影听 广东之虎 等你来拍戏 以上新闻由本台记者张凯霆采访报导